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栋子室 这里是古晋国小永生 这两个我们继续来给大家 聊一聊 小练子 它到底在练习 其实最主要的 不是说一定去这样用 而是通过我的讲解 去打开大家的思路 知道它到底在练习 我举个一些例子 比如说 我这脚的动作 我开吗? 护手 这个手 这个手 进去拉近一点 很多人这个手 护手的姿势是这样子 其实练在练习中都有用 为什么? 这个手关的筋围打开 所以这个要做换 整个关键呢?有的人呢? 扎开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练 一下子 那这个则是一个是角度 一个是筋 它其实都在边缸 那肩膀放正在边缸 比如说 开 同样的 它也是在练习里面 开的时候一定要平 那这个瓶 那这个瓶在运动的过程中 全拿过来 瓶在运动的过程中 它其实就是 好 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手 我这个手根本就没有抓它 因为我抓它 你抽 我的手 就会被它带走 但是我是贴着它的 当它收 其实我就够过去了 那这也是甩手之中 这也是甩手之中 所以在泳村里面更多的 练习的是一种感觉和改变 感觉和改变 而不是说固定的 所以一定要去这样用 一定要去怎么用 比如说一个绑手 绑手绑出来 一个绑手有多少种作用 是太多太多 没有办法讲 那我就举一个很样的意思 我这个绑手 对不对 我这边一拍 我这个手可以出去 对不对 我这边压 那我这个手可以出去 我这个手可以出去 对不对 我这个手可以出去 等等等等 我上来了 我这里也不出去 那这个姿势呢 我看一下 那这个姿势 对不对 好 你看 其实是什么 启示的姿势 只是我律用了好 来 改个人这个姿势 好 我要给他上手 来 这边也可以打拳 我脚带应该呢 我这碗还可以做呢 那没有 所以没有招式 招式是能编出来的 但你要特有的去旋 一旋过来 一好 二挡住 三 打 那只是一种训练方法 你如果不能理解 那这个训练方法 反而会动化你的思维 那么你就会等到 别人什么时候出拳 什么时候打 那就完蛋了 那比如说拳系的直摆钩 直摆钩 那里面有没有 ok 直摆钩 那直摆 那这个第一个不是直摆吗 直摆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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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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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踢 打 摆 等等 其实样样东西有的 包括兵器 包括兵器 好 那这个课程主要就是 给大家一个思路 让大家更好地去理解 什么是武村 什么是公主 好 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